小米,你快看,这里的公主床怎么和其他的不一样啊 哪里不一样,我看着和其他的也没什么区别啊 骗你的,给我下去吧你 可恶,臭兔子你也太坏了吧 嘿嘿,小米,今天就在这个机缘空脑上面待着吧 对了,我已经观察过了,四周到处都是臭水和虚空 今天你休想逃出去 哼,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话说这边都是臭水,怎么生存下去啊 如果你现在承认我是一家之主,我就把你给救上来 我看你是一家之猪还差不多 这边让我看一下臭水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藏 好吧,下面简直比我的脸还要干净 哼,不就是生存吗,要想富先撸树 好家伙,这树下面居然有一个箱子 给了好多萝卜,工具和种子 话说这边都是臭水,也给美没办法种啊 难不成今天真的要饿死在这空脑上面了吗 哎,你们看,这黑凝石可以直接用铲子挖掉 哇塞,居然可以利用它们合成这么多东西啊 这简直是富豪生存 嘿嘿,有了这些,那岂不是可以在这个空脑上面 见到一个自己的王国了吗 看我先合成一点工具和方块什么的 这次我准备做一个空中的两层大别墅 这边看我先用孔雀石块把地盘给扩大一下 哎呀,小米,你在下面可还好 不行了,我马上就快要饿死了 嘿嘿,这边柱子看我直接再用黄金块给搭建上 然后一层屋顶接着用钻石块给铺上 嘿嘿,没办法 主要是实力这块不允许我再低调了 二楼的柱子也用黄金块给建上 楼顶再接着用新春宫灯给铺上 不仅能照明,而且还可以美观 简直是一举两得啊 最后这边看我再用孔雀石块做一个屋檐 OK,我这两层的别墅框架基本上就搭建完成了 怎么样,是不是显得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这边看我再用工匠台合成一点铁围栏 然后把别墅的四周都给围上 这样到时候在屋内就可以随时随地欣赏到外面的夕阳美景了 想想就很nice 然后接着在这个角落用传送方块做一个私人楼梯 条件好就是任性 接下来就要开始装修了 一楼这边我准备做一个室内的足球场 看我先用黄金块圈出来一个场地 然后里面再放上足球 话说是不是有点小了呀 接着再用铁围栏在旁边做一个养殖场 里面放点小猪 到时候踢球踢累了 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吃掉 然后二楼的话就作为我的卧室吧 首先在这个角落放上两张豪华大床 然后接着再用铁围栏和铁块 手工打造一个桌子和椅子 最后这边再放点工匠台和熔炉 OK,怎么样 是不是简约又时尚 空灵且浪漫 现在求我回去 我都不回去了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No, no, no 看我接着在楼顶全部都放满地次 到时候只要兔妹妹赶下来 就把它给扎到绝望 哎呀,小米 你在下面怎么还没狗带 你才狗带了呢 我在下面过得可舒服着呢 不可能 啥情况 这上面怎么有这么多地次啊 当然是给你准备的见面礼啊 来,这边我带你参观一下我这二层的豪华别墅 看到没,这一楼是一个室内的足球场 还不错吧 不错什么呀 这里面连个下角的空都没有 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气,土豪的世界你不懂 来来来,这边在坐着电梯带你去二楼看看 怎么样,我这二楼是一个四面透风的大卧室 阿呸,连个窗户都没有 一点都不好看 哼,我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风格 你可拉倒吧 这四处都是臭水 也不怕把你给熏晕 去,一边去 参观完了就赶快回去吧 我这里不欢迎你 再会一参观 我自己是夹的 我该来跟重地开 你开狼 我一参观